新闻开始马上来关心大雨造成南投仁爱的灾情 目前就在物资跟人员都积聚都已经进入抢修 而我们的原始记者把渡今天也前往仁爱乡 目前人就在仁爱乡公所将现场的最新情形交给记者把渡 是的 老师主播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在南投仁爱乡公所 可以看到地板其实还是有一些雨水 所以刚刚其实南投仁爱乡其实有渐渐下举零星的阵雨 那也在稍早在中有桥的边坡还是有土石剥落的情形 那在从南投仁爱乡公所要前往埔里的方向 其实还是有车辆管控的情形 那至于救灾的部分 其实根据乡公所说明在头89线的路段 其实目前是可以通行的 但是还是有限于1.5公吨的小行车 那车窗的部分是四轮船动才可以通行 那水源的部分其实乡公所刚刚也有表示说 其实又发放一些矿泉水的物资前往到各个乡村 那各个村民其实又成立的管理委员会 那稍早呢 我们又访问到南投仁爱乡公所的乡长 那我们也来看乡长的访问 马赫坡还有云香这个民宿这边 原本有一百多位的受困的民众 那经过这两天的一个营救 目前已经救出了大概五六十位 目前在我们的这个马赫坡 还有就是云香民宿上面三顶的 那大概还有四五十位 那这四五十位我们还在积极的这个安排 那希望他们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营救出来 其他的都已经没有这个受困的民众了 感谢乡长的说明 那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目前雨势虽然是没有 但是其实也呼吁就是可能突然会有一些零星的 零星的下雨造成土石崩落的情形 所以呼吁族人们其实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 然后以上是记者把杜有病跟柏拉路亚在南投仁爱的采访报导 我们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